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呢要來玩這款遊戲 要做我的武將塔法開喔 我們今天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遊戲的禮貌序號 還有這個官方推薦最強的這個 T10走錯角色陣容分享喔 好那麼首先我們可以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遊戲的禮貌序號 好我們先抽一個張角 好那麼要對話 我們就可以先點左上角的箭頭 然後再點人物頭像 然後在右方這邊就對話嘛 好那麼這邊就可以輸入禮貌碼 然後這個禮貌碼是有限時間喔 所以說要對話要趕快 可以輸入第一個這個TTKDC 然後667 好這個是到6月9月5號 然後接下來可以輸入這個 TTK3個6 TTK3個6 好然後接下來可以輸入TTK3個8 TTK3個8 然後接下來可以輸入TTK3個9 好這些的話是都到9月5號而已喔 然後也可以輸入TTKFB667 然後還有這個TTKGIFT168 好接下來還有這個 趕快後面這個876 TTKGIFT876 好這就是遊戲目前開局可以用的禮貌序號 那兌換完的獎勵會直接發送到我們的 郵件的形象喔 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有拿到 大量的這個招募畫 還有鈔票 以及一些這個鋼 還有硬幣喔 好開局的話就記得先來領一下 這邊也是可以幫我們角色升級 提升戰力還蠻多的喔 可以度過前期啊 好那麼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的 最強T0角色喔 那最強T0角色因為這個遊戲 它其實是有三路嘛 我們三路盡量都是要打過 那我們最強的這個武將 就是我們蜀國的關羽喔 可以看一下他關羽的技能 他可以直接造成這個大量的傷害 而且可以為自身疊加血量上限的護盾 而且是無限低加 所以說我們主C 配上他是 不用擔心他會死喔 而且重點是 當友方死亡時他會 在友方位置召喚出分身啊 那單場最多召喚出三個分身喔 也就是說這三路基本上都是 可以照顧得到啊 然後分身的話會繼承80%屬性 但其實這個也是 蠻高的喔 然後再搭配其他的被動技能 死亡時觸發如果場上有分身 分身的話會代替主體死亡喔 所以說我們主C就 專注培養我們的關羽就好 他們的-C則是可以選擇一下 我們的這個戰神呂布喔 我們群骨呂布啊 他本身的技能也是非常不錯 也可以幫忙打出還蠻不錯的輸出啊 而且重點是他有這個吸血的效果 他自身的這個生存能力也是蠻不錯啊 所以說我們這上場的六個格子嘛 那基本上就關羽再加上我們 關羽的三個分身 然後再加上一些我們呂布在這邊 幫忙打一些輸出應該就還不錯了 然後至於其他的話就是 多上這一些輔助類型的角色喔 那是黃鐘啊 黃鐘可以直接 呃 永久增加支撐的攻擊力喔 所以說他輸出也是海險的 所以他還可以獲得無敵的效果 他會幫忙多彈一些傷害 然後再來還有劉備喔 劉備就是我們的奶媽輔助啊 直接回復生命值上限喔 啊可以這邊疊加攻擊力啊 這邊官方也特別列出來說 建議搭配這個關羽使用 而且我們還可以觸發這個羈絆啊 那星數到達的話可以在額外 增加非常多的這個血量 還可以增加減傷 這邊還可以就是 那基本上就是跟官羽綁定啊 我二弟喔 可以直接再添加血量上限的護盾 然後再來還有我們的張飛 當然是也是必定要上場啊 這樣的話就可以再多湊齊一個羈絆喔 我們官羽的話本身也是有個羈絆喔 穿屬好漢啊 剩下一個就是把我們的衛炎給上場 讓我們官羽能夠持到這個 攻擊力增加的buff 這樣的話就可以組成一個 非常不錯的陣容 那麼張飛的話是負責降低敵方的防禦力啊 那麼官羽打出來輸出會越通喔 所以說基本上就可以看一下這個陣容啊 然後再多上升一個呂布就可以了 好吧那麼 好那麼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這遊戲的新手開局福利喔 好那最主要的話就是免費千抽啊 這邊通關四十關就可以領取喔 那那角色當然就是剛剛介紹到的那一些嘛 這邊還有福利 這邊比較多可以看就是 呃要儲值的喔 這邊還有特群啦 古卡、軸卡、月卡、永久卡、廣告卡 非常多卡 這邊的累出獎勵喔 這邊的精彩活動 這邊就是招募達標 就可以拿這個招募畫 還有這個關羽睡片啊 直接送你這個最強的角色喔 所以說基本上 要達到四百次 確定可以抽到四百次 再抽一半就 可以先存一下喔 存到下個禮拜或是等到下個 下次就是可以抽滿之後 我們再來這邊做這個抽活動 好這邊還有月活動 好就是要去通關選拔賽 不過這基本上都是可以順利完成喔 那這邊 多寶輸出的累積參與次數 好那麼最後也是來實際抽抽看啊 看看能不能直接出這個紅關羽 他說必中一個紅將 好不過中的話是味眼喔 也還行啊 好那麼現在開始試玩 來這邊用手裡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的 這個玩具槍 好我們三國武將直接 開槍啦 這火力還是非常足夠 還有這畫面上這些火球飛來飛去啊 欸怎麼感覺 喔還行還行 射速大幅提升喔 這個是啥 好這看來就是最後的boss 輕鬆過關啊 喔大橋 周太都是這種黑白畫風喔 然後我們抵擋住這些怪物的攻擊 塔防遊戲喔 好先升我們的主攻 這個要手動抄出來是有點累 應該之後會開些什麼自動瞄準之類的 有個寶箱 感覺是那個龍河的鹹魚之王喔 然後再加上這個塔防元素啊 可以看到我們 畫面上還有很多 空位可以上陣武將 好 以後基本上應該都是靠我們的武將來打 我們現在這個攻擊 基本上好像是打不太動 59滴啊 打關羽砍一刀就直接16000了 好開快遞就是開寶箱 好 周太大橋 然後升級 繼續通關喔 反正就是鹹魚之王 那只不過這種畫面 就是小怪變成了這個 一堆小兵衝過來 好童雀台 可以招 我們看一下 這是爬塔 然後這些戰鬥就是正常戰鬥喔 好吧 那麽以上就是今天這個 我的武將塔塔開的 新手開局禮拜託需要分享 及官方認證的最強聽手奏角色 陣容介紹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